如果从来没有跟其他信徒一起祈祷的经验 小组祷告是会叫你感到尴尬的 我仍然能够记起第一次在小组聚会完结的时候 作出的结束祈祷 由于我没有经验 故此感到有一些挑战 凡事都有第一次 何况跟其他信徒一起祈祷 是我们应该尝试的美事 让我鼓励你和别人一起彼此祈祷 由于基督徒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 集体祈祷只不过是家庭聚会 通过祈祷我们跟天父联系 让我们思考集体祈祷的教导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请你向神提问 你能赐下勇气让我参加祈祷会吗?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请你参加教会祈祷会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其他基督徒分享你参加 祈祷会的新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